本土 民主 反共 寶萊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初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至28日去My Radio看現場版 呃...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咯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未呢?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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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黃陽達 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回到myradio和熱血時報聯報的 早晨節目大香港早晨 今早就厲害了 今早有潤基 我正松泰和淡仔 雙傑推咪 這個陣容是第一次出現的 是嗎? 好像是 今天少了湯姆 少了湯姆 少了湯姆 差很遠 因為湯姆 大家知道 有看時報的話 他就住這個日 特派記者 特派記者 之前 通常他去日本那裡 就是淡親 我們都說他享樂 但今次他做到事 但我們今次 他遠乎災區 是的 遠乎災區 也沒有拿到別人的食物 沒有拿到別人的食物 是的 就是私底下不試 不是 他老婆家鄉 這件事是挺嚴肅的事 我們也要討論一下 主流媒體的問題 神態問題 戒不是第一節討論 是第三節才討論 第三節才討論 今天第一節說什麼呢 我覺得是比較有趣的 在網上 昨晚這些資料出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是幾 回響不算太大 當然大家都是有拿出來分享 反而主流媒體 有可能都是因為偵查報道的權限 今天是明報做頭版 其他都沒有做頭版 因為現在那個 我們在說什麼呢 巴拿馬文件 巴拿馬文件 第一節先說巴拿馬文件 因為之前巴拿馬文件的報道 已經在四月初就出了 4月3日 當時是星期日的時候 那邊ICIJ 國際記者協會 他們先出了 那一陣子 香港那邊的媒體 都追著做了不少 因為當時來到 是一個大的新聞 大新聞 國際新聞 香港那邊 傳媒報導 當時留意大陸那邊 但是當然實際上 中國人有貪污的東西 這些我想 在國際上來講 就不算大新聞 很出奇 其次比較大的 就是因為牽涉到普京 所以當時來到說 那整個星期 都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而現在那個狀況是什麼呢 你現在想這麼快說現在 過去的新聞 我們也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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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阿譚姐 剛剛說到 就是大陸洗黑錢的現況 大家都知道 但是巴拿馬文件 當時在香港的震撼 不是單止大陸洗黑錢 而大陸僅有 在說洗黑錢的渠道 就是巴拿馬文件 透過香港 巴拿馬文件 就是告訴你 就真的只有香港 就真的只有香港 而且那個內容 是在說 它不是單止 我們以前認識的 所謂的中共 那些 中國的權貴 就是李鵬的家族 李小林 之類 當時那個文件 一出的時候 甚至是 習近平的家族 都是有份的 那這個 就是大家當日的話 我們節目裡都說過 大家在說過 集中的就是 就是香港 在國際上 對於中國 大陸 中國來說 究竟有多麼重要 特別在洗黑錢的方面 對不對 這個都大亨 我記得好像是大亨做的 做過一節 是說巴拿馬文件 但是 這一宗新聞出了之後 大家都知道 是未完的 因為 它是由一個 叫做 藍德意志報報出來的 就得過一份報紙 那個源頭 是跟一宗判斥有關的 最初 這個藍德意志報 就拿了一些資料 但是它又看不完 所以就跟ICIJ一起 研究了一整年 才出來的一個報道 是的 連同80個國家 和地區 107個媒體 以一年的時間 整合了這份 巴拿馬文件 出來的 源頭就是 巴拿馬的 莫薩克的 馮塞卡律斯事務所 流出的文件 之前 被一個告密社 被南德意志報 是 是的 總之有人 拿到一些經文文件 去洩密 但當時 為何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是 錄了它的報 因為 它的公佈 不是一次過公佈 全 所以 逐一部分公佈 4月3日公佈 是的 初步結果 第二次 有一個文件 的流出 估計到5月 都會錄到流出 昨天 所以 因為這個背景 因為這個背景 早前的輿論 或者大家的集中點 都是國際上的問題 包括 可能它涉及的 不同國家 由 冰島 烏克蘭 英國 接著 中共 不同的政界人士 都有關 在那個文件傳出之後 國際上的焦點 在香港 我們當然在說中國 但是 在歐洲 最大的關注 當然是 冰島組的下台 之後 後來就是 普京 普京一直是被人去 尤其 尤其是一直 這兩個星期 不斷在電視上 被人家執問 作為一個封煙節目 但是普京一貫的態度 就是說 沒有顯示 我有任何非法的活動 這些不是很關鍵 資料就對的 但是 跟我就沒有什麼關係 是啊 所以你看到 國際輿論媒體 經常有一句說話 即使有離岸公司 它不代表 是在作出非法行為 我們是合法地洗黑錢 你明白嗎 那個說法 是合法地洗黑錢 正如香港 在海外設這個離岸公司 基本上 你可以不用申報 可以用作門稅 或者是洗黑錢的用途 是的 就是因為這樣 昨天晚上第二波的資料流出 第二波 昨天晚上 當然是集中在 我對我們香港來說 集中在香港的 政商界 政商界的名人身上 那 政商界名人身上的話 那 今天明報 就以七位作為頭版 七位的人頭作為頭版 包括劉明偉 劉王發的家族 唐英年 李嘉誠 李兆基 成龍 成龍 成龍也有份 那是厲害的 我真的沒想過他有份 那成龍有多奇 成龍 成龍我覺得值得調查 只是看到他跟這幫人拼在一起的時候 就知道這條應該是有古怪的 成龍拍下去 李嘉誠 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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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兆基 拍下去 這一群人身上 你覺得 成龍是成宗富豪 他是成宗契弟 就知道 對不對 成宗知名 又有重疊 可以 國際知名的契弟 也是知道 但是他跟這幫權貴 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都覺得 成龍是最大可疑的 一定有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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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明報就用這些事做頭版 不如簡單講一講 就是幾個人 這裡七個人 其實不止的 但是為什麼 明報會用幾個頭版呢 我慢慢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鋪排 不如簡單講講這七個人 究竟在巴南亞文件裡面 揭露了他們什麼 我們快講一次 快講一次 然後再高細節 首先是劉明偉 網上大家最留意 就是他持有英國國籍 經常說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又拿英國國籍 那麼 他又說回 其實在他未成年之前 他的家人就幫他弄了 那麼 未來他也不會放棄的 這個英國國籍 所以 未來他也不會從事一些很重要的 在政治上的一些職位 那麼 行政會議和立法會 如果將來要參加的話 就必須要放棄這個英籍的 是啊 那麼他就堅持不會放棄英籍 這個接受明報的電話的查詢 因為明報都先問他們 那些人先的 就是如果他們查詢到的話 那麼 就是 關於這個國籍的問題 昨天就炒到鬧空空 那麼 那麼除此以外呢 也是顯示到 劉明偉 也是持有多間的離岸公司董事 以及 是一些股東來的 那麼他呢 就在幾份的董事登記冊那裡 就報了做英國籍 這個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但是劉明偉的英國籍 大家很驚訝 我好像一早知道的 很久之前已經是有報紙傳出去 就是他媽媽死 就是 保永琴 他死的時候 已經是幫他申請了 申請了 申請了英籍的 不是這樣嗎 這個就是 我記得我很久已經 已經一早看過了 好了 繼續 但是這次就正式出了 在文件上 就是百資格子寫了出來 那就是叫做 政區各作呢 那大家的反應就會大了 那他當然是划算的 反應當然是大了 反應 他的套餐很大了 真的 終於是英籍 有這樣的樣子 真的整個套餐都很好 在香港可以盡情剝削 我們這些弱勢基層社群 然後之後還叫你愛國 自己拿著英籍 哇 這個還不是 一個好的套餐 對不對 就是這些女兒都給你吃光了 阿蓮就馬上拍一條片 對 對 對 好繼續 那其後呢 然後還有劉王法 還有女家族 其實劉王法在90年代的時候 已經註冊了三間離岸公司 當中劉王法和他的兒子劉業強 也曾經在一份董事的登記冊上面 報稱了英國籍的 這樣 而劉業強接受查詢的時候 就沒有正面回應英籍的問題 就說 有需要的時候 就自己會申報 而劉王法 他那個國籍的問題 他之前就回應過 就說他那個就不是英籍 是BDTC 就是英國屬土公民護照 但是現在 那個狀況是怎麼樣就不清楚 因為他也是十幾年前 報出來的資料來的 是 化叔是英籍你不驚訝嗎? 化叔是英籍我都驚訝的 對嗎? 就是他們這些鄉事外 有什麼有英籍的原居民呢? 對 他們又跑出來生肚不義 愛香港這樣的類型 然後又說到 我們一代人在這裡幾百年 落地生金 然後然後他跟你說是英籍的 其實很多原居民是拿去護照的 知道嗎? 就是當年丟落的話 不是,在97前 尤其在90年之前 怕嘛 真的怕 喂 真的怕共產黨瘋 你走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 你看看共產黨 共產黨他在49年之後 不是49年之後 49年之前 49年之前 他第一件事就是 趕走了國民黨 還沒趕走了國民黨 期間做什麼 他最出名的事 鬥地主 是 鬥地主 你來到香港的時候 你不怕 97之後 這幫共產黨再來香港 尤其是梁振英 現在這幫人 剛剛那時候 他第一件事就是 鬥走地主 然後自己做地主 是 你對於原居民來說 他非常害怕 所以在90年代 即80年代 更加確切 很多原居民 是走了拿我的護照 我認識有一群 是拿了荷蘭籍 還有有些 故意 有些那段期間 是將子女 不斷送去蘇格蘭讀書 我住在附近那裡 全部都是蘇格蘭人 但是原居民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你凡是經歷過 被中共洗禮的中國人 他們會有一個意識 就是隨時走人 他不會對國家有信心 不會想著將來會怎樣 當然任何情況下 有得拿到英 當然是拿 這個是流行法 然後還有哪幾個 然後還有唐英年 唐英年說到 就是說 他就跟地產商鄭維茲 在外國那裡開了一個公司 就說到 其實他很久之前已經開了 看回那些資料 就說 就是說 在當時主權移交之前 唐英年就開始冒起 作為一個政治的新人 出來了 當時 他首先在91年的時候 就當了立法局議員 97年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後任特首 這個董建華的一個 回歸之後 首屆的行政會議班底的 一個成員 被公佈了 那當時呢 就看回那些資料 就說說這個 巴南亞文件就披露了 這個唐英年 和這個 鄭維茲 曾經透過這個新鴻基 秘書服務有限公司 聯絡了這個 當時巴南亞的這個律師行 就在主權移交之前 這個6月18號的時候 就成立一個 一個英屬處女島的公司 就叫做 Fair Aliens Investment Limited 很難讀 繼續 繼續 這個公司 就在7月18號 主權移交之後 不久就在新鴻基中心 召開了首次的董事會議 通過了他們兩個 就是唐英年和鄭維茲 成為這個公司的董事 並且各自持有 一股的股份 這樣 那麼 那一次的會議紀錄 就看到唐英年 就是做了那個會議的主席 那麼會議紀錄呢 也是由唐英年 舉了簽的 而到了02年的時候 那當時呢 董建華就出了這個高官的問責制 那麼 那麼唐英年呢 就在7月1號開始呢 就是做這個工商及科技局長的 那麼看回那個靈岸公司的註冊記錄啦 那麼唐英年呢 就在做局長之前的3天呢 就是6月28號 就辭任了他那一間公司的董事 然後就委任了他的妹妹 做這個董事啦 那麼也都將他的股份呢 用一元美金呢 就轉了給他爸爸 那麼 那麼當時那個安排呢 就是由這個永泰地產 成立的永泰亞洲呢 的信使呢 就通知了這個巴南亞的律師行 那麼就處理了這個手足啦 那講完那幾個 講完那幾個焦點啦 李嘉誠啦 李兆基啦 還有這個 吳立勝 喏 李嘉誠呢 那麼我們首先講講李嘉誠先 那麼現在 就看回其實李嘉誠呢 就很久之前呢 就已經就是 就是有開一些靈岸公司啦 那麼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很理所當然啦 李嘉誠這麼有錢的一個人 這樣 那麼說回就是說 他在 就是 根據ICIJ的文件顯示 那麼李嘉誠呢 就是1986年的時候呢 已經在當時的胡關里羅律師行 那麼經過一位律師呢 那麼就接手在 巴南亞註冊了的其中一間公司 就叫做 Bowen Enterprise SA 這樣 並且呢是接替這個 主席的職務的 這樣 然後呢 同時呢就委任了他 現任長實及長和副主席 李澤鉅和電營的李澤加 加入去董事會 這樣 那麼當時呢 李嘉誠呢 就經過這個 巴南亞的律師行呢 那麼就處理 他這間公司 Bowen Enterprise SA的 登記和資料變更的 那麼去到近年少少了 那麼就去到一二年的時候呢 那麼李嘉誠呢 就提出解散了這一間公司 那麼幾經轉折之後呢 那麼一三年呢 就正式落實了解散了 那麼根據巴南亞這間律師行的一些文件顯示呢 那麼長和系的公司呢 也是註冊了這一個六間公司 在巴南亞這裡的 那麼 看看這個港交所的一些資料 那麼 那麼他那六間公司呢 那麼主要呢就是 長江基建啊等等 由這個英屬駐里島公司所控制的 然後再透過這些巴南亞公司持有電能實業的7.52億股 那麼相等於呢 電能呢35.23%的股權的 那麼呢 那麼除了經過這個巴南亞公司之外呢 那麼 就是明報也是嘗試經過其他巴南亞的離岸公司那裡查詢 那些網站那裡找一找一些資料啦 那麼就發覺呢 李嘉誠呢 就經過其他幾間的律師行呢 也是有註冊和解散多間的巴南亞公司的 那麼如果 說回時間上面來說呢 最早呢去到三十多年前 那麼就去到1976年了 那麼 不是1976年 40年前了 那麼呢 比起和王呢 在90年代的時候呢 投資這個巴南亞貨櫃的時間呢 還要再早很多 那麼 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就總共呢 就應該是有六間的公司是繼續營運的 那麼 李嘉誠不是暫時完了嗎 暫時就是這部分 其實都挺長的 不過中間有些細節 細節我剪走了 那麼 好啊好啊 李兆基呢 李兆基呢 其實也是差不多啦 那麼就說回他其實在90年代的時候呢 就開始經過巴南亞的這個律師行 在英國處女群島的一個附屬機構呢 那麼就開始登記成立了一間公司 那麼 作為一個投資控股的公司來的 那麼 當時用了五萬元來註冊 那麼去到05年的時候呢 那麼呢 就才轉移 先轉移 先轉移 同樣用這個英國處女島註冊的兆基財經 作為他之前註冊那間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 那行機法人人就說呢 那麼對這個內容呢 就不予置評這樣說 好 那接著呢 剩下那個呢 就是吳立勝啦 吳立勝是一個澳門人來的 其實吳立勝現在呢 都依然 依然在這個澳門 其實吳立勝就是澳門大亨啊 稱之為 不是香港的律師報 吳立勝那件事呢 其實已經是在澳門呢 在那個 我不能夠說這個澳門的同事 澳門的廉政有關 都不整理澳門 純粹是一個權鬥 那為什麼不整理澳門呢 因為他老婆呢 在香港呢 就拿著很多資產的 那麼最近呢 才是剛剛賣完東西來 但是吳立勝呢 為什麼大家認識他呢 因為其實他在美國被人拘捕 他在美國被人拘捕 因為說他之前就因為 涉嫌呢 賄賂這個聯合國大會的前主席 沒錯 所以就被美國當局 拘捕這個比數的 那這一宗真的是 國際大新聞來的 這一宗是國際大新聞來的 是 都有整五六年前 好像是 不知道好像是一零年 二零一年 二零一年 二零一年年起 是 是比較早的新聞 但是 就是當然 現在這個吳立勝 他那個 就是巴南文件披露 他裡面的資料內容 那你見到的就是 其實他都是利用了香港 跟我們之前那個說法 就是說 不單止原來是大陸人 澳門這些 澳門大亨 都是透過香港來走黑錢 尤其在香港 就是說 當時 被人家焦點 揭發他在海船門 有兩個 過上億的單位 是 上億的單位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不立勝就是貪穫感 就是那個 那個程度 但是 剛才 淡仔我們說了 今天 就是留了成龍 成龍留一留回去 我們現在手上 說了的 是有這個 唐英年 李兆基 李嘉誠 劉明偉 劉王法 劉明偉 劉王法 香港的焦點上 都是在英籍上 我叫他有英國護照 不過 有一件事就是 關於那個 唐英年 劉王法 他這裡其實是 牽涉了一個問題 譬如 因為大家這樣看 你說在香港 那幫商家 或者那些大財團 沒有這個 離岸公司 這樣才能嚇得你出奇 這個是香港 那個的基本特色 香港有一個 叫做 基金 或者這些 洗黑錢天堂 因為香港 我們沒有一個 這麼清晰的制度 資金 自由出入 是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 所謂的 自由港 一個國際的 資金 一個樞留 你作為一個 大財團 或者這一群公司 在香港有這些 離岸公司 這樣 是沒有問題的 那什麼情況下 問題 就是當然 第一件事 你不知道 那些資金的流向 或者那些資金的關係 會不會涉及 公權力 或者是跟政治的 買賣 利益使用有關 是的 這個是 一貫的 就是大家的焦點 但是 為什麼 《流行法》 唐英年是一個 關鍵呢 就是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他們拿著這些離岸公司 尤其是發叔今次 這一次 他被人第一件事 就是說有英籍 那不要出奇 因為 雖然他是立法會議員 但是 非直選 即是功能組別那些 是可以 拿外國護照的 有一定的比例 可以拿外國護照 但是只限於功能組別 所以你看到功能組別 為什麼是特權的階級呢 就是 因為他 只是在這一方面 就可以在香港掠錢 然後後來拿著外國護照 走路 這個是特權階級 OK 那麼 《流行法》 當然是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他們做公職的時候 有沒有很清楚申報呢 這是一個問題 沒有 《流行法》當時只是申報 她是公司的股東 沒有向立法會 申報她是董事的職務 是的 因為《流行法》當時是 行會成員 就是 這個 那個的焦點 就是在這裡 會不會有一個利益衝突呢 不一定是利益輸送的 OK 那利益衝突呢 譬如他批的一些 一些 文件 買賣 是 舉例 舉例 譬如 梁振英 你不知道她老婆 或者她的家族 她的子女 是 手上拿了什麼離岸公司 然後 譬如劉明偉 不知道拿了什麼離岸公司 舉例 就是 簽一些外國鐵路的工程 整個協議的時候 是 那會不會中間有一個利益衝突之嚴呢 是 那你沒有報的話 其實大家 這件事 這件事 就變成是 純粹的政治和商界的交易 嗯 不過我想說 就是說 你看到那些責任東西 譬如說商界樓 大家聽了上去的時候 你不覺得 他們有離岸公司 那什麼奇怪 奇的奇在是什麼呢 奇的奇在 今天明報 是漏了一個人沒有報的 是漏了一個人在昨天披露的時候 完全沒有報的 是 漏了誰呢 那成龍他當然也有報 因為成龍那些人就是 背後都是一幫大陸人 是 那那個問題也是說 究竟成龍他跟這幫人組的離岸公司 他是怎樣幫這幫大陸人 去做一些經濟上的活動呢 甚至有可能 有一些可能是洗黑錢的情況 不知道的 OK 有可能 那但是明報是誰呢 明報是可以完全漏了陳茂波的 嗯 那因為呢 因為呢 巴拿馬文件 它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受這個 國際記者協會 那個 就是發佈的規限 那麼香港呢 我們是只有幾個媒體 是有獨家那個 的發佈權的而已 就是拿了一個資料 拿了一個資料 直接 不是 不單止拿了一個資料 他們是承諾 是同一時間網上發佈的 所以昨晚的時候 突然大家看到爆炸了一聲 有一堆新聞 就是關於巴拿馬文件 就是因為 他們協要了時間一起出 所以昨晚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 包括什麼 包括明報 香港01和這個一仔 是 他們是有一個協議 就是一起在網上發佈 網上發佈 發佈出來的時候 怎樣呢 香港01和一仔 一做下去 那當然是先做陳茂波 因為為什麼 你說其他商家樓 是他們有獨家公司 但是究竟裡面 會不會適合一些不法的交易 他們有這樣的有待調查 對不對 但是陳茂波不是 陳茂波他現在是一個公職人員的身份 但是他在這個北韓文件裡面 你發現到他就是 他是整個家族 一早已經是成立了獨家公司 而且有多重的影分身 是 這個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你們可能忘記了 陳茂波發生什麼事 團地 是團地嘛 大哥 而團地的時候 團地的時候 大家可能真的不是很 緩醒大家的記憶 他說這些全部都是 太太的家 也太太的家人 是 他兒子的家人 這樣去說 跟他沒有關係 完全撇清了關係 結果就是 不需要被受追查 但是今天發放出來的巴南文件 是說 原來他那些離岸公司 和這些空殼公司 是早在團地那件事之前 就已經是有一定的鋪排 是 你只是單純這件事去看的話 那這個人的誠信 只是這一個巴南文件 都是足以質疑到他 即是直接下台 就是這麼說 如果用冰島總理那個標準 當然人家是民選制度底下 跟香港我們這些十九制度 這些獨裁國家是不同的 對 我們是獨裁國家 你講一講 究竟明報怎麼扭到陳茂波呢 這件事是值得去 我們花長時間去講的 那講一講陳茂波有些什麼 在這個報道裡面 那講回呢 當年陳茂波呢 就13年的時候 被人指控他 在這個東北團地的時候 他就提到 曾經承認 他那個家族 是透過 兩間離岸的代理人公司 持有一個農地的權益 但是沒有什麼交代 那兩間離岸公司的性質和股權 現在呢 那這個 就香港01那邊 就出了一個資料 那講到說 他們看回那個巴拿馬文件 就講到說 這兩間離岸的代理人公司 其實在九十年代初 就已經透過巴拿馬的這間律師行 就開其他的離岸公司 那麼 就看回那個文件 就發覺呢 陳茂波原來他整個家庭 就一直都做很多 關於這個離岸空殼公司的一些操作 那甚至呢 還幫其他人去註冊一些 離岸公司業務的生意 那麼呢 就在這次的文件裡面呢 就發覺呢 至少有兩間離岸公司呢 他的註冊股東 以及首任的董事呢 都是陳茂波的那兩間公司 那麼 那麼例如呢 就在九二年的九月啦 那麼就一間呢 在英國處理島 英屬處理島 成立的一間公司呢 那麼呢 就是以陳茂波的這兩間公司呢 來到做董事 以及股東的了 那麼其後呢 就在九四年的一月 陳茂波呢 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啦 那麼就開了一間呢 巴哈馬的公司 那麼呢 那麼再看那些成立文件呢 你就會發覺呢 就是陳茂波的家族呢 其實都幾熟手啦 那麼他們就首先透過陳茂波 講的太太的家人 那兩間離岸公司 很煩耶 就是他老婆 對啦 他那兩間離岸公司 那麼呢 在另一個避稅的勝地 巴哈馬就成立了 一間公司 就叫做Belton 那麼跟著呢 還用他那兩間公司呢 就分別呢 就做了股東 以及做了董事 嗯 那麼然後呢 就去到01年的時候呢 就再有文件顯示呢 有兩個人呢 就做了董事了 那麼分別呢 就是叫做羅富昌和王衛的 羅富昌是關鍵的 對啦 那麼這個羅富昌呢 那麼看回呢 就是有被稱之為冠王的 這個永富容器集團的創辦人 做冠的嘛 那麼羅富昌呢 同時呢 也是廠商會的名譽會長 黑龍江 以及江門市政協常委 等等的公職的 而王衛呢 就是羅富昌的老婆啦 那麼看回港交所的資料來講呢 那麼陳茂波呢 就跟他們兩個呢 在05年呢 至到12年呢 那麼之前呢 都一樣是做這個 經濟日報集團的 獨立非執董的職位的 而羅富昌名下的公司呢 有三間 那麼分別呢 就是這個高益置業有限公司 崇仁有限公司 以及這個禮進有限公司 都是以他們之前成立的 那一間離岸的公司呢 做大股東的 那麼所以呢 表面上來看呢 雖測陳茂波呢 就好像跟他的公司沒有關係這樣 那麼但是呢 又回到這次的巴拿馬文件顯示呢 其實呢 他們通過幾間離岸公司呢 這樣一環一環呢 其實呢 都是有些關係的 不是 一個項目的是什麼 因為陳茂波現在還是公職人員來的 是 那麼你看到就是這個文件流出之前的 你不知道原來陳茂波 是跟那些一班 尤其是羅富昌 尤其是羅富昌 他們是完全是有這麼密切的關係的 一起是一間公司裡面 還有一個董事來的公司 然後究竟羅富昌 他是做什麼生意呢 那麼表面上就這樣看 他之前就是這個經濟日報的獨立非洲董事 再說自己是那個集團的創辦人 永富容器 那麼究竟他裡面 尤其是 你知道陳茂波是做什麼職位的嗎 你記不記得陳茂波是做什麼職位的嗎 陳茂波發展局局長 發展局局長嘛 那麼他會不會在這個 就是那個 譬如不同的重建 又或者 又或者 在這個新加坡的發展規劃 現在其實已經是 又在那個諮詢期間裡面 新加坡發展局局長 那這些 這些所有的資料 是完全可以避免了 譬如在諮詢期間 又或者去考核 去核實那些發展項目 跟他有沒有關係的時候 那個利益申報 是 就是說 陳茂波他在這三年 最少這三年裡面 他做的這個公職人員的時候 他會不會因為這些離岸公司 這些關係 可以掩飾了他所有的 就是所謂的 在這個政圈裡面的 政商關係 政商金權關係 如果不是巴勒馬文件的話 你都不知道原來是有羅富昌 當然你可以說 我們都是懷疑這件事情 剛剛才 但是這個正正是指出的 就是陳茂波這些人 都已經有這些關係了 你想想更加高層的禁警 他們的關係是如何的 嗯 漏洞是在公職人員上面 他們是透過這些方法 完全是可以 完全是可以 利益輸送了 你不知道的 是 香港大眾無權查問的 是 立法會呢 立法會由於因為功能組別 和建制派的存在 而他們也是一份子 是 而他們也是那些離岸公司的一份子 還要有特權可以拿這個護照 其實功能組別是比高官更加優越的 你明白嗎 由這一點去看的 更加優越的 因為你做高官的話 你是不可以拿這個護照的 是 你做行會也不行的 是 但是 做功能組別也可以 難怪大家都可以去做 就是這樣看 你看到的就是 我們原來香港政府整個政治制度 那些人 全部是離岸的 是 而你查不到他的 香港那個政治制度 是沒有辦法監察他的 好了 那你依賴什麼呢 你依賴的就是剩下主流媒體 啊 那怎知道明報可以完全不報陳茂波 是 這些東西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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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拼 就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 由香港人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 就是我們自己 我們寫我們的基本法 以及一個 就是我們香港 無論是特首選舉 以及政治的制度 我現在是告訴大家 原來 我們整個政府一直都是一個黑箱 黑箱是什麼呢 給你看到少少的表面 那沒事的 是 點面上就是申報給大家聽 但是原來整班這班 就是你可以說是聰明仔 但是全部都是司法鬼 對不對 就是這班這樣的司法鬼 原來透過那些離岸公司 找自己的老婆啊 兄弟姊妹啊 等等 然後去裡面作出的利益輸送 沒有了這些文件 如果大家完全是沒有可能知情的 所以就著陳茂波的話 如果我 就是我們現在集 我們三位坐在那裡是立法會議員 是 你一定是開P&B調查去的 是 你要解釋為什麼這個關係存在 你有沒有申報到先 而是沒有申報到的 那你和你現在的職位 有沒有利益的衝突呢 完全是有的 但是同時就是 原來報紙明報可以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那這個顯示什麼呢 就是顯示告訴大家 我們如果沒有我們自己 香港人贊捨的政治制度 即使外國有一點點的敏感資料流出 不是成為權鬥的工具 是 明報他不報陳茂波是為什麼 什麼容易呢 嗯 大大隻字報啊 唐英年啊 劉皇發啊 李嘉誠啊 這班人 成龍都報 成龍都放在頭板 那當然其實應該放在頭板 但是最少就是在我的角度裡面 你沒理由漏了陳茂波 嗯 他是個高官來的 你不要當他二打六 是 劉剛華那些你不報他 即如果有 嗯 我相信劉剛 可能買垃圾等等 可能有關係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我們 我的角度呢 我覺得大家期待下去 五月 因為有幾樣東西 你想想 去到陳茂波都有的時候 然後 梁振英那些人有沒有 嗯 當然啦 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樣東西 他真的沒有 是 那他沒有呢 即是什麼意思呢 告訴大家 原來他真的兼費 哈哈哈哈 真的兼費 是 但我思議第一個可能性是最高 他真的沒有 第二就是他有 而且有的是什麼呢 有的就是 劣質那些 劣質 劣質就是怎樣劣質那些 你講出來的那些有錢人 你是不認識的那些 當然第三更有可能 就是大陸那些人 是 廣西啊 他經常叫你一帶一路 專門去買一些你不認識的地方 尤其是廣西啊 什麼開拓廣西啊 開拓那些什麼 他經常講澳博 在澳博那個論壇 經常講一個地方 前海啊 深圳前海啊 那些東西 你覺得他沒有什麼 我沒有可能 我不會相信 所以我期待他就是 梁振英 你有和沒有的話 都是值得期待的 是 有的話就是告訴大家 我們更加需要全民制憲 沒有的話就是什麼呢 沒有告訴大家 他真的兼費了 對中共也毫無利用價值 是啊 也由此理解 難怪你這麼討厭大地產商 原來你也是無產階級 你是不是這樣想 無產階級狂制 但你有權是無產階級 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期待下去 我相信呢 他裡面是有第三波關於香港的資料 是 因為其實上次透露的時候 已經講了成龍 但是上次提一提成龍的名字 但是這次成龍是詳細的 但是其實成龍那些都是大陸那些 我們大概講講那個看法 但是就著作為公職人員 他的申報制度 去看到陳茂寶這件事的話 加上我們現在的香港主流語論 這個是完全大家是很清晰的一件事 我們要監察我們的政府 監察整個市場的話 沒辦法監察得到 只是離案公司 就已經告訴你 沒辦法監察得到 所以的就是 請大家多多支持全民制性運動 第一節差不多 第二節呢 第二節呢 我會講 6901的 是啦 講一講我自己這個 劉炳章事件這件事 第二節回來再講 謝謝麵 好 謝謝